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唉 现在当真是内忧外患啊 寒冰商定好一切 忍不住低声地叹了口气 面色凝重 外患?什么意思? 淋雨微微一争 何为外患啊? 内忧他知道 就是他们刚刚聊完的灵霄和他魔头师父的事儿 但是这个外患他就不知道从何而来了 嗯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上层的领导正在开会呢 寒冰沉着脸说道 呃 是关于什么的呀? 国外的吗? 淋雨好奇地问 不错 有关于东营 寒冰面色铁青 沉声说道 最近东营一个类似我们军情处的特殊组织 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说是想过来参观参观我们军情处的总部 顺便跟我们军情处切磋交流 共助东亚的安定繁荣 笑话 他们与我们有过深仇大恨啊 而且至今还心怀鬼胎 竟然跟我们合作 还什么共筑东亚安定繁荣 这不是划天下之大忌吗 淋雨痴笑一声 语气讥讽 是啊 任何一个国人都知道 他们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他们多半是打着交流切磋的幌子 来试探我们军情处的底细 甚至挑战我们军情处的权威 不过既然人家已经对我们发出了挑衅 我们军情处也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怯怒 寒冰沉胜说道 那是当然啊 淋雨一挺胸 傲然说道 今天在接触到一号密仓里的机密之后 淋雨才对军情处有了一个全新的人事 单单以一号密仓里的这些个奇书古籍 军情处便有匹逆整个世界的能力了 当然 前提是有足够的人将一号密仓里的东西 全部都熟识融汇贯通了 那华夏的战力将所向匹逆无人可当 只不过这个说来简单 做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要想将这些奇书典籍里的东西都学会 除了要具备悬术方面的慧根 还要有天资聪颖 悟性非凡 并且心术端正耐得住寂寞 耗得了时间 舍得了七情六欲 穷尽一生 才有一定的几率 练成大部分 如果林语不是继承了他祖上的传承技艺和能力 估计光这三本书就够他研究个十年八载的 这也是为什么军情处把这些书藏起来不公开的原因了 如果说他们是来挑战我们军情处的权威 那这次来的这帮东营人也绝对非同凡响 林语皱着眉头说道 想必他们也跟我们军情处一样 是由特殊群体组成的吧 不错 寒冰点点头 东营的剑道宗师 你听说过吧 略有耳闻 林语沉生说道 相传这是他们窝国最厉害的舞者了对吧 据说只有忍者联盟最顶尖的一批忍者 才有资格接受他们的指点 对吗 不错 忍者说白了 这是窝国古代的特工 不过这些人经过了艰苦的训练 能力比普通的特工能力要强大得多 他们修行的很多东西 跟我们国家道教里的悬术有一些类似 而他们这个剑道宗师盟 还要凌驾于忍者盟之上 足以看出这个剑道宗师盟的恐怖 韩兵皱着眉头说道 声音里面隐隐带着一丝担忧 难道我们军情处还怕他们不成 林语皱着眉头疑惑道 如果是见到宗师盟的普通宗师过来 我们倒是不怕 但是倘若他们中间的三大长老 其中一位过来的话 将会非常难办 恐怕连你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韩兵颇有些忧心忡忡地说道 他目光望向远处 低一声说道 如果战神向南天还在的话 或许可以与他一战 可惜啊 三大长老 林语听到韩兵这话不由一争 因为连剑道宗师盟都没听过 那他自然对三大长老也不了解 只不过他诧异的是 他的能力韩兵是见过的 而且也是十分认可的 但是似乎在韩兵的心里 林语也不一定具有击败 这剑道宗师盟长老的能力 可见这三大长老绝非等先之辈啊 不错 这三大长老据说是剑道宗师盟 资历最高能力最强的三个创始人 韩兵沉声说道 就相当于创立军情处的战神向南天 哦 原来他们跟向老是一个级别的呀 林语皱着眉头低声说道 要这么说来的话 韩兵不相信他能打过他们 倒也有情可远 只不过连韩兵都不知道的是 林语在他面前所展露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林语的全部实力 迄今为止一对一 林语还没怕过任何人 目前为止 唯一让林语有所忌惮的 便是那个所谓的炼成制纲纯体的灵霄了 说起向南天 我们军情处跟这个倭国的剑道宗师盟 还可以说是有着血海深仇呢 韩兵的声音陡然间变得阴寒无比 血海深仇 什么意思啊 林语顿时满脸疑惑 害死向南天向老的人 据说就是这个剑道宗师盟里的人 韩兵皱着眉头冷哼说道 哦 还有这事儿 林语听到他这话后震惊不已 不对啊 和二爷不是告诉他 当年刺杀向老的人 是神木家族的人吗 而且向老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怎么又跟剑道宗师盟 扯上了关系呢 当年有一波窝国神秘组织的人 来我们国家 盗走了我们国家的一份机密文件 据说这份文件 事关华夏命脉 高层得知之后 自然是震荡不已 当时便派出了向老 让他亲自带人去追回那份文件 最后向老将这些窝国人尽数灭掉 但是可惜的是 文件也没能找回来 下落不明 韩兵忍不住叹了口气 神色黯然 这帮窝国人被灭 他们的同伴自然是恼羞成怒 于是便利用卧体杀害了向老 他画到最后声音里 带着一丝压抑至极的哭腔 显然是真的难过了 毕竟对于任何一个军情处的人而言 战神向南天是军情处的标志 就是军情处的魂 就相当于何自珍在暗自大队的地位 如果向南天真的还活着 还统领军情处的话 军情处绝对比今天要辉煌得多 而且像窝国建道宗师盟这种组织 根本就不敢来挑衅华夏 林宇见他说的话 和何自珍讲述得几乎无异 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神木家族 跟这个建道宗师盟 还是有着一定的关系啊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